原住民族電視臺成立至今 逐漸轉變為走向獨立建臺的結構形式 營運 就在明年二零一四年一月 依靠原住民族電視臺脫離公廣集團 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經營 這樣的轉型有學者擔憂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 過去我們也看到說立法院有可能因為特定的委員而凍結預算 那我們認為這是萬萬不可 因為一個電臺的運作 他有一定的 需要一定的資源才投入才可以 所以期待未來原民臺未來的十年或一百年 希望能夠國家給一個很好的政策法制架構 包括說最重要的是財源要穩定 有學者認為現階段原住民族電視臺 在公廣集團下有公事法保障 獨立運作不受干擾 但未來走向獨立建臺模式 學者更擔憂自主營運 因為缺乏法律規範與保障 機構缺乏獨立性 將給予行政院原民會立法院等不同政黨委員 以不同理由干預的控制 空間 同時經費來源 長年來都是政府編列預算 也常受到預算凍結 或是刪除的困擾 經費仍是無法自主管理 對此原文會執行長提出看法 希望在原住民族電視法草案明定 有關原住民族電視臺的經費 適宜捐贈方式來立法 另外原文會董事也提出問責機制 看看立委將來是不是願意提案來幫我們做修法 我們將來自主營運之後我們就可以 就是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去做募款 然後去做跟其他的做一夜結盟 那希望將來在做節目的經費上面 不要全部都是仰賴我們自己本來有的預算 原住民族電視臺 明年已經確定由原文會經營 但在原住民族電視法還沒有催生下 原文會提出問責機制 包含建立十四族的觀眾委員會 以透明對外公開說明承諾及旅行等 設立外部的監督機制 另外就是員工內部的自律 跟規範管理問責 當機制建構起來 原文會認為這是目前的方法 但原住民族電視法還未立法之前 原文會獨立經營的原住民族電視臺 是否真能不受外力的干預 還有待時間驗證 記者 台北市採訪報導 請問責機制建策 請問責機制建策